话说歌手拍摄MV雷同们的超级的事件 早已屡天不鲜了 29日即将发行个人第三张专辑 渺小的黑币呢 目前也遭遇此失误 真实啊 这好不容易千辛万福筹备了两年时间的专辑 被这么一说 真是不知如何回应 是啊 细节会当天 黑币身穿一袭 红色苏格兰露卫洋装 脚灯15公分高跟鞋 性感亮相 这次新专辑特别远赴冰岛拍摄 各种艰辛 另一向冷酷的他 看到成品都忍不住哽咬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 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好渺小 要不是有大家这么有才华 帮助我堆砌这些东西 然后传达我心中很渺小的这个想法 对啊 我就觉得很感谢导演 很感谢我的企划 很感谢我的唱片公司 深入到北欧冰原去拍摄 冷是预料之中 没想到最让女神犯愁的 竟然要在冰天雪地里 忍受内疾的痛苦 因为那边都没有厕所嘛 变尿病很久 大家都开玩笑说 用棉花棒沾一点水 轻轻地沾嘴唇旁边 有一点滋润就可以了 就是很辛苦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然后气温也非常的低 风非常的大 可是这一切的意义 都远超过这些辛苦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不过最辛苦拍摄的唯美MV 竟被网友发现 疑似抄袭国际巨星 麦当纳1998年歌曲 FrozenMV概念 在冰岛极其恶劣的环境下 辛苦拍摄出来的作品 敬于麦当纳麦姐15年前的MV概念雷同 这是有多心酸呢 不过黑币也在事后表示 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成品 若有雷同 真的只是巧合 游乐星天第一只年头 谁都不容易报道